佛州刚经过了一个史上排名前几名的 预风灾难 佛州州长这次处理 可以说是很不错 资源分配 救助人 驱散住宅区 各方面的危机处理都很好 比那个时候纽约的Sandy 预风好非常多 但是这是个自然灾害 人类面对大自然的时候 其实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算你做到州长 做到总统 你还是只是个人而已 除非你是耶稣 所以说还是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还是有人死掉 还是有公共跟私人的财产被破坏 所以CNN就派出记者质问Desantis 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错 好像是因为他无能 没有领导能力 所以才会发生飓风的 我们就来听听 Ron Dessantis是如何回应的 他是如何打脸CNN的 没有这些事实在 不想這樣做 可能是因為各種原因 有些人不想離開家的時間 他們是島民人之類的 但我認為一部分是 有很多關注給Tampa 我認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他們不會得到最糟的 所以你知道 但他們做了 我認為是很簡單 再次猜他們 但他們整個時間都準備好 當時有正確的請問 這個新聞片段不只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還有大概兩分多鐘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看 DeSantis 就是一直把事實、數據、發生經過 發生的時間一個一個排開 他說你們CNN不是也是一樣嗎 你們的總部不是跟著佛州政府的方向走 所以說你們很安全不是嗎 佛州政府就是看著颶風的走向 然後快速的移動所有的物資、人力 還有受災戶的去向 所以說你看完整的這個 他跟記者對質之後 你會知道這個人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把這些問題拿去問Joe Biden的話 他會說什麼 他可能就在那邊邊流口水 然後邊說 我最喜歡吃的冰淇淋口味是香草 不對 草莓 然後站在台上 不知道樓梯在哪裡 這裡不是在說Joe Biden 就絕對不會知道這些東西的數據還有經過 但是現在他就是連他自己在哪裡 在哪個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所以當我們在分析民主黨還有共和黨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太需要是什麼政治系的高材生才可以看得出來 共和黨現在其實是非常謹慎而且非常嚴謹的 但是民主黨其實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不只是Joe Biden Kamala Harris說 美國跟北韓是這個軍事聯盟 然後Gavin Newsom說要全面禁止汽油的汽車 然後電車不可以充電 各方面都非常清楚地顯示這一點